大家早 現在我們繼續開會 提案條文昨天已經宣讀完畢 那我們現在繼續請宣讀臨時提案 修正動議及附帶決議 臨時提案一案 略議 請司法院法務部針對如何於案件 當事人涉及新住民或原住民時 讓具備新住民原住民身份或相關文化背景者 得進入國民法官領選 與相關新住民原住民團體研拟 於兩個月內向本院報告相關進度 提案人委員劉士芳等 修正動議三案 第一案對照兩院提案條文 第三條增訂第二項 第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這案件 國民法官應至少有一位 具原住民身份者 及二位熟悉原住民族傳統習俗文化者 第五條增訂第一項 第三款 三被告為原住民屬非告訴乃論之 公訴案件 且所犯案件 與原住民族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有關者 提案人 委員政天才等 修正動議 第二案 第三條 增訂 第二項 國民法官組成 任意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三十九條 於條文中段 應給予公價後 刪除 得不給薪 四字 第106條 增訂 第三項 成效評估委員會組成 任意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提案人委員中嘉賓等 修正動議 第三案 第五條 修正第一項第二款為 二 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 提案人委員 柯建民等 附帶決議 略議 司法院 司法院制定國民參與 刑事審 刑事案件 審判法 相關細則時 應納入多元文化思維 當案件涉及跨族群案件 如新住民 原住民 或是涉及文化差異案件時 國民法官組成 應納入涉及 該案之族群成員 並以其他必要方式 確保國民法官 被為國民法官 具備審判該案件 所需之文化背景 之事 提案人委員中嘉賓等 宣布完畢 劉委員 你的臨時提案 跟中嘉賓委員的 那個附帶決議 一指相同 那是不是我們逐條後 再來處理 好 來 劉委員 謝謝主席 我先講一下 其實有關於 那個原住民 或新住民的部分 我已經多次 跟司法院提到 不管怎麼樣 要放到法條裡面去 要做什麼樣子的文案 或是文詞上的修正 我都沒意見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好像 不管從零時提案 附帶決議 或是修正動議裡面 還沒有得到司法院的 正式的回答 說有沒有可能 所以我才會用 零時提案的方式 就是說 要把他放到 這個團體裡面 來沿泥跟他商量 那我想直接問一下說 司法院的態度是怎樣 好嗎 可以嗎 好 我先請教一下 這樣子我們未來 再放修正動議才有意義啊 那我們行事聽彭天長來回答好不好 來 彭天長請說 關於就是國民法官的這個 是不是有應該由這個單一種族 來組成這一個部分 由於我們參考到法官倫理規範 有特別提到 那法官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呢 不可以因為性別 不可以因為性別啦 種族啦 地域宗教 聽到國民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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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們就沒有關係啦 無所謂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是尊重他們 但是你們連這一步都沒跨出去 太保守了嘛 現在的社會這麼多元 你們也都知道現在原住民跟新住民的人數真的是非常的多 好幾十萬或好幾百萬 而且都是有註記在我們身份證上面都有註記的 那到底要不要做 要不要沿泥 要不要加入法條 這個要知道你們的態度啊 你不要一直告訴我說 我們有這樣這樣這樣 以前有這樣做過 但是就是在整個的司法系統裡面 沒有受到人家會覺得說好像是有眼睛為之一亮 這是一種進步的象徵 我們只要求到底要不要做 要不要去問 要不要去商量 要不要把它融入我們的文化差異 這一項很特殊的因素裡面 那個司法院 這個劉委員的提案 他就是要求你們要去跟新住民原住民團體演你 然後要兩個月內報告進度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 是 謝謝委員寶貴的意見 文化差異的部分我們回去 那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現在就先處理這個臨時提案 一 就照這個提案內容通過 來 報告此題 來 蔡次長 這個提案有請司法院法務部 因為是不是就請司法院就可以 我們請司法院會同法務部 好 當然還是要法務部參與啊 對不對 請司法院會同法務部 OK 好 謝謝 謝謝 73萬 蛤 對 那個東教兵的部分 對 那臨時提案這個 政天才委員也加入聯署 好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 我們審查司法院行政約行情審議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 現在進行大體討論 好 邱顯智委員 沒有主席 我首先 我還是要再表達 因為昨天我跟秘書長講 這個 因為這個知識體大 所以在程序上面 說實在的在過去 都是這麼多的版本 然後都可以一起審一起討論 因為這是一個人民參與審判 事實上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大家就已經在討論這樣的一個 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了 那當然世界各國有非常多的這個制度 那譬如說有陪審制有參審制 那像這個司法院的版本 他是用日本的這個國民參審 主要是參考日本 那我們並不是說 這個是有絕對的壞或是絕對的好 那大家也知道說這個有優劣 所以應該是說這個應該要一起 並案一起納進來然後一起討論 不是說現在只能審司法院的版本 因為司法院的版本你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他的版本在世界上的比較法上面 也只有日本在用啊 其他的國家沒有在用耶 他不是說今天司法院的版本是 這個整個這個世界上面的主要的國家都在用 沒有 司法院的版本只有日本在用 連這個德法他的參審的制度 都不是像這樣子啊 德國走進去德國的法院裡面 很多的法庭裡面都在做這個參審的制度 為什麼 因為他連輕罪他都可以參審嘛 所以我覺得在程序上 我是覺得說最起碼的過去也是一樣 參審陪審一起納進來並案討論 那沒有道理說一定只能夠審查這個司法院的版本嘛 那如果說今天大家討論了 然後充分的這個進行理性的溝通理性的討論 之後能夠把這些這個版本然後送到院會裡面來處理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符合程序正義的一個方式嘛 否則的話 今天我們在這邊 那討論了這個司法院的版本之後 那這個過了 其他版本就不用討論啦 其他版本連在立法院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主席這個應該是說真的這個應該要 包括實在力量的陪審法的草案 這個也是很多民間團體共同的心聲嘛 應該要進來這個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俗憂俗烈公開在這個國人的這個注釋下面來做檢視 這樣才對嘛 否則的話我昨天也跟秘書長講啊 這樣不是表示說司法院的版本 他是到底是說有足夠的自信 然後來接受大家的挑戰來比較 還是說覺得說那我的版本好像也沒有充足的自信 所以我只能用我的版本來審 對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說能夠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然後廣開言論這樣才是一個普遍的做法嘛 那在施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嘛 支持陪審跟支持參審是7比7啊 那之後上一屆 包括在我看這個討論的時候 司法院也是說他並沒有決定說要用哪一個版本嘛 那到底何時說怎麼決定出來的 一定要用這個參審制 而且他這個參審制還不是歐陸的參審制 是日本的參審制 那司法院的解釋會說 因為日本他只能有一千件 所以我們要更少 奇怪 那什麼時候說 那我們一定要參考日本的制度 這不是很怪嗎 那更何況這個去年的時候 在第五條他是用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天啊 今年變成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了 也沒有一個充分的說明 然後這樣的做法之後就變成是 這個能夠適用的案件只有600件 600件 那台北地院只能適用40件 那40件裡面 你不要說 因為這個制度主要是為了要讓人民可以參與審判嘛 那40件 一件6個人 240個人 加上你這個 備取的 有4個人嘛 那變成 就10個人 10個人 40件 在台北地院範圍 因為好我們不要算第六條 你用反雜把它弄掉好了 400個人 台北有200多萬人 每年只有 最寬鬆的估計 400人可以參與 所以他這個制度 創下去之後 到底是 讓人民可以參與審判 還是不讓人民可以參與審判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 應該是說 他的制度本身 光是這樣講的話 就有非常多的問題了 沒有道理說 不讓其他 有 這個 其他的 制度 包括陪審制 或是包括 這個招委的版本 或是其他的委員的版本 也納進來 然後一起來審查的道理 好 謝謝邱委員 還有其他委員要發言嗎 那邱委員 謝謝 那剛剛你就程序上有一些意見 那大概我想先從程序來說 第一個 我們沒有把實力的黨團的版本排進來 那也不代表說不討論不審查 那我們也是說 從這個 上一屆的經驗 如果兩岸並審 那兩岸並審 第一個有兩個 兩個可能 就是說這個兩個我們來做對照版 做對照版 那法條上面 制度上的設計 沒有辦法做對照版 因為制度的選擇就是 從一開始就不一樣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做法條條文的對照版 那你就是分開來審查 就是先討論參審 或先討論陪審 那我們今天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你的這個主觀客觀上面 就是這兩個版本 我不可能去做條文對照表 放著一起併案審查 他一定是分討論 我們的對照表就在這裡啊 就是比如說他第五條 就是十年以上有期復刑之罪 我們的 這規定在我們第六條 就是三年以上有期復刑之罪 就是強制變換案件 所以 這差異沒這麼大 本來都是有對照表的 你的版本也有對照表啊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今天假設他的版本 你說好 那不是說其他的版本沒有機會 事實上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嘛 因為他的版本 如果已經審查過了 那其他的版本就沒有機會可以審查了嘛 這個都是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為什麼今天他會一直在 從斯凱國事會議開始一直被討論 然後被拿來做比校 關審制、參審制、陪審制 就是他有可相提並論性 就是他有可相提並論性 所以他才會被一直拿進來討論嘛 那有的國家 他甚至在歐陸有的國家 他先實行陪審制之後 他變成後來又實行參審制 有的是實行參審制之後 後來變成陪審制 表示什麼 表示他這個制度差異 沒有說到了不可相提並論性的地步嘛 那條文 真的我可以印給大家每個人一份 這種條文的參考 就是說對照表 每一條都是可以對應的上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那我昨天問秘書長嘛 秘書長也不反對說 其他的版本能夠進來一起並審嘛 我沒有這樣講喔 那不然你是要 我沒有這樣講喔 那所以秘書長你解釋一下 你這樣誤會很沉的喔 我昨天問你的時候 你完全都沒有 真的你誤會很沉的喔 我是跟你說那種沒辦法去自己決定啊 蛤 那那個 不是啦 所以你的主張是什麼 那是貴院的是不是 對啊 所以我問你說你也不反對 其他的版本一起進來審 以便說你是很有自信的嘛 你可以為你的版本辯護 這OK啊 好啦邱委員不用急 我們現在在大體討論 就是充分開放給大家討論 好不好你不要急 好現在請中嘉賓中委員 主席那個謝謝主席齁 那其實剛剛聽完了邱委員的高見齁 其實他講的也是有一番道理 所以關於到立法院的運作 委員會的審查 當然如果是在院會進行二三讀的時候 當一案成立 其他案就不予討論 好這是一個意識上的通則 但是事實上在於委員會的運作常理上呢 其實委員會就算是審查本案玩具 也未必有委員會一致的意見啦 有時候還要進行委員會的朝野協商 那在這裡呢有個想法 也供邱委員也供召委主席 來做一個財事 其實剛剛邱委員講的一些差異性的看法 我覺得在我們進入竹條的時候 都可以不斷的拿出來檢視 那其實呢就算我們委員會今天 就一個國民參審制的方式 做出了一個審查意見之後 不代表其他國民參與審判的方法的案子 就在本委員會沒有討論的餘地 而且呢過去有例子 委員會在對於類似議題的案子 審查不同案子之後 送到院會之前 可能都還有一個朝野協商 那這個朝野協商呢是可以讓大家 充分的就不同的案子 審查的意見去做個比對 那因此呢我是建議說 我們今天在這裡啊 還是可以就現在所在的案件為主體 那當然如果邱委員認為 因為條文對照表 我也很樂意說看好有條文對照表 那至少呢在我們討論本案的時候 雖然招委並沒有排審其他的 其他的提案啊 沒有排到我們實力所提的提案 但是我是覺得有委員有 類似那個提案的相對意見 可以在我們審查本案的時候拿出來講 那同時呢如果說在我們本案 審議環境朝野協商送到院會之前 實力的版本有機會討論 也是可以在委員會進行討論後 一併交互朝野協商 所以我覺得邱委員 是不是因為時間寶貴 那我們還是可以依照今天我們的議程呢 先就本案進行討論 那條文對照表供大家參著 然後呢未來實力黨團的版本呢 也請招委可以審著我們的議程的時間 把它排到委員會審查 未來一併都在委員會裡面的朝野協商 去加以互相的去折衝 以上 因為朝野協商是黨團嘛 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明明這個司法院的這個版本 我們其他的委員也有很多的這個版本 不只是實力啊 現在講的不只是實力 所以在程序上的處理上面 應該是說其他的 這一個包括實力的版本 包括趙偉的版本 包括其他的版本 一併來討論啊 因為就是說 我當然知道中委員就是說 超野協商的時候是 超野協商討論嘛 但是委員會中心主義 就是說在委員會裡面沒有道理說 其他只有能夠這個排這個司法院的版本 然後讓其他的版本 然後沒有排進來一併審 那將來 我現在就是說這個問題是在說 今天如果司法院的版本 他已經審查在委員會審查完峻之後 那其他的版本 對我知道 委員會的超野協商不是委員會的 我知道 我知道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因為司法院的版本 這個版本如果讓他通過之後 其他的 從 我跟你講應該是說從第一條開始 或者是說你不要說第一條好了 從這個第二條或第三條開始 他的參審制的設計的根本上跟陪審制的差異就是說 他是這個法官 就是說法官跟這個國民法官一起審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程序裡面一起參與一起做判決 那陪審制的狀況就是陪審員 所以他從一開始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根本性的差異 那 假設今天的狀況是說 讓他審查完峻了 那其他的版本 當然 沒有 這個是委員會的超野協商 問題是在這樣的一個審 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 應該的做法是說 把它 就像上一屆一樣 這上一屆都是這樣處理的 沒有道理說現在的狀況 不這樣處理 那 這是一個 應該是說這是一個程序的 開放性的 基本的要件 那當然 我當然可以理解說 秘書廠 他為了他的版本 哪個地方好 哪個地方不好 然後 去做一個充分的溝通 跟充分的辯論 那當然 結果 結果是如何 當然是說取決於委員會的 委員的 這個 這個意見 後 後來的結果 當然是 就是說委員會的委員去決定 不過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之中 應該是所有的版本都能夠 放進來一起討論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 比較符合程序正義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包括 包括主席的版本 對不對 來 來也跟那個主席 跟邱委員回應一下 我是覺得邱委員講得非常好 因為 上一屆第九屆的時候 參審制跟陪審制 在司法委員會有參與討論 但是 就是在處理的上 沒有 沒有達成到初委員會 可以送院會去做成一個決議 因此 本屆的招委 試著用 個別來討論的方式 也不視為一個 議程上的安排 我覺得 我們在委員會 進行各種法案的討論 並沒有 絕對單一種模式 所以邱委員講的 也的確是見仁見智 過去 在兩種不同的制度 同一個 委員會 同時來做優劣的比較 這固然是一種方法 但是今天 如果我們先 以司法院的版本 以國民參審制 參審制的方式 來進行討論 這當中有其他比較支持 陪審制的黨團的版本 在討論這個 參審制的版本的時候 提出一些優劣的比較 我覺得這也很好 那討論案件 不是只有單一種方式 那希望我們第十屆 因為這個案子 在上一頁討論很久了 或許 送給我們參佐 那當我們今天在討論 司法院版本的時候 也可以理解到其他制度的設計優劣 畢竟呢 委員會審查 完全不代表委員會有一定的 一致性的決定啦 所以不同的案件的制度設計 在前後的時間交收來進行審查 到最後都會在委員會裡面的草野協商 進行討論之後才會送到委員會啦 以上建議 這個人民 邱委員來 你就說吧 這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啦 從上一屆有 參與委員的版本 有美女委員的版本 然後有我們招委的版本 然後有時代力量的版本 也有國民黨的這個委員提出的版本 那我仔細去看過 這個其他的版本 跟司法院當時 當時還是七年以上的版本 所以句老實話 司法院的版本 它的適用範圍是最小的 那包括招委 或是其他的委員提出了 像他這個第六條 第六條 因為這個案件繁雜 高度專業知識 非經常久 十日顯然完成審判 哇 這種又都沒有辦法適用了 所以第五條已經很窄了 第六條又更窄嘛 所以 今天 我要說的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把人民參與審判當真的話 要來審的 也不應該是司法院的版本為基本嘛 我要說的是說 因為今天司法院的版本 是所有的委員跟所有的黨團裡面比較起來 他讓人民參與的審判 的機會是最小的 我剛剛就講了 如果你用台北地院的這個算法的話 四十件 四十件六個人兩百四十人 那如果你這樣被位的四個人好了 有四百人 台北有兩百四十多萬 兩百多萬人 只有四百人可以參與 十年之後才四千人 這樣的話 到底是要讓人民參與還是不要讓人民參與 所以今天司法院秘書長在這邊他說 他也沒有同意說要讓其他的版本一起審嘛 對啊所以我覺得說 那你同不同意說 好今天那個不要用司法院的版本 可以用時代力量版的版本啊 可以用其他委員版的版本啊 所以這個是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決定一個 未來台灣的司法審判制度 這是一個很嚴肅很重要的事情嘛 結果在那麼多的版本裡面 包括民間也有很多的團體 對這樣的司法審判制度 非常這個有興趣嘛 因為我們的司法審判制度 在這個說實在的 在人民參與審判這一塊 確實已經慢了歐洲或是美國很久了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以他的版本為基準來審 而且他的版本在第一條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了說 要用這個參審制 那他的參審制 還不是歐陸的參審制 還是這一個日本的這個參審制 日本參審制全世界只有日本在用 所以要求說其他的版本 這些其他的版本 包括趙偉的版本 對於人民參與審判 他的相較於司法院版 應該是讓人民有更多參與的機會 然後一起來審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要求 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要求 我覺得也是一個說實在 是一個非常卑微的要求 好 謝謝邱委員 邱委員 因為歡迎你來 因為你歡迎你來討論這個 其實不管程序上有沒有併審 其實大家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就會去提到陪審跟參審的這個制度上面 哪一個部分是適合台灣這個社會的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10分鐘